台北市参考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的学前教育品质指标 以平权、工融、创新、永续作为愿景 推出台北市学前教育白皮书 并制定高比例公共教保服务 高功能原设空间、高质量实资人力、高创新的课程教学 高支持的亲职教养、高效能的独岛发展 六大政策主轴 第一个是高比例的公共化 公共化的教保服务 在我上任的时候 当时大概 我们公共化幼稚园只有 当时只有公立幼稚园 大概只占40% 台北市当时会盈利还非常少 也没有所谓的准公共化的幼稚园 那所以我记得我刚上任那一两年 大概在所谓五月的这个会期 每个议员都在问抽不到公立幼稚园的问题 他为什么抽不到这么沮丧 价钱差太多 抽到公立的4千块 没有抽到公立才变1万6万 每个月都差1万2万 所以每个家长会发发叫 所以它是个问题 但是我们当时在思考到底是要增加公立幼稚园 还是用其他方式 后来就觉得这样 复杂的问题永远不要想简单解决 所以说我最近我刚才车上在跟我那个幕僚在讲 季辛吉写的最有名的一本书叫核子武器外交政策 那本书在讲什么 他说美国有原子弹怎么在越南打败 所以他提出一个叫对等战争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你派那个越共游击队 我就派蓝坡对付你 你是越共的正规军 我就美国第一寄兵师 意思就是说要不同的类伙去处理 所以这样 我们在处理这个公共化 准公共化的问题是这样 第一个那家长是说钱的问题 但是对政府来讲 他要考察社会的状况 还有品质也不能太差 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公立幼稚园有维持 再次我们开始引进非盈利幼稚园 另外想法是这样 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全面扩张公共幼稚园 另外想法是这样 这是信念 教育应该要多元 那你全部都公立幼稚园就一套 对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说好 我们公共幼稚园就一个程度上慢慢增加 那个公立幼稚园要百分之百 要政府承担只有一个特教 也不能说那特教很难照顾 你想要想要去什么非盈利或是失利 这不太不切实际 这也是这个概念是王敏森议员当时跟我讲的 听听听有道理 所以我们在特教是百分之百 而且低优先 全部给他公立幼稚园 在低的 所以我们公立幼稚园特教百分之百 其他就是什么两岁专班 那个就一步一步慢慢发展 另外一个是非盈利幼稚园 因为台北市开始在盖公宅 所以会开始找空间 把非盈利带进来 另外也是这样 我们也不认为说 我们如果让那些私立幼稚园可以有效的转型 所以我们就开始鼓励一些私立幼稚园转型 但是这叫准公共化幼稚园 但是在过程当中非常强调一样东西 我认为 low pay low quality 什么意思你知道 现在少子化每个小朋友都很宝贝 那你怎么会 如果幼稚园老师薪水太低 你怎么会期望到很好的品质 所以当时在补助准公化幼稚园的时候 特别把教保员的薪水拉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最低是三番三 但是我觉得还是太低 但是我们后来就说 也没有卖一下子加太多 就开始叫九任奖金 每个月可以加钱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 准公共化 我们像整个幼稚园教保员的薪水 要慢慢拉上去 这个当然是 看看我们可以筹多少钱出来 其实对我来讲 你知道 要花重阳竞老金的钱 我还是领可去 去发给幼稚园 为什么 没有小朋友没有未来 但是我知道 为什么在整个社会福利的偏向老人 不会偏向幼稚园 因为小朋友没有投票权 这很现实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第一个我们在这个高比例 高比例的公共 公共化的教保服务 这大概是一个目标 那今年是这样 我看他今年的报表 在今年111学年度 我们公立幼稚园 还在增加104名 非营利604名 准公共可以到322名 加起来就1030 大概我们到 今年的目标到9月的时候 我们准公共化 公共化就达到70% 我觉得合理 就7比3 所以如果你抽到公立幼稚园 就是缴1000块 一个月1000块 安宁准 那个非营利的就2000块 准公化3000块 什么都没有抽到 就13660 每学期补助 13660块 那我们还是 维持30%的私立幼稚园 我倒觉得这样 他一个学期缴30万 今天私立幼稚园 也是市场区隔 所以我还是强调教育 它有多元性 所以从公立幼稚园 非营利幼稚园 准公化幼稚园 还有市立幼稚园 市立幼稚园 还有1366 这个补助 在准公化过程当中 我们非常强调 要把教保院的薪水拉高来 我们慢慢酬钱 慢慢 这钱 要找钱是很痛苦的事 因为最近每天早上 要给我报那个追加预算 你知道为什么吗 通货膨胀 我们明年 以边预算的公共工程 你知道 明年要追加预算是110亿 因为整个营造的物价 上涨了20% 如果钢价是45% 所以看你那个结构 里面钢用太多了 就非常贵 所以要 不然财政怎么困难 你知道 我觉得教育还是百年大业的 特别是在小朋友 我们会 我们会想办法把钱再挤出来 那么其他的这个 高功能的原色空间 师资人力 课程教学 亲子教养 跟高校的人督导辅导 这我们都一样一样会去做 所以今天结论是这样 目标还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起养 国家完全帮你养 大概很困难 不过大家一起合作是可以的 那我们会想办法把 有限的资源 再挪到学权教育来 在学权教育一样 要维持到一个概念 我们强调多元 所以不会说 我全部都公立有资源 所以复杂的问题 不要幻想简单解决 就有不同的面向多元 第二 我们还是强调这个 人力是最重要的 所以 Low pay一定Low quality 想办法把 校白的薰水拉上去 会每年想办法 也没有办法一下 就加到5万块6万块 慢慢加上去 他会透过各种手段 那种平鉴 可配 就是 特别在准功化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这个 列为我们重要政策 其他像降低私生比的 要从1比15 改成1比12 但也不能一次成功 先找10个学校来实验看看 这也是另外一个概念 新要 要上市 要不要做实验 答案是要 所以新的制度要上线 要不要做示范机 答案是要 通常都是先找几个学校 试试看 可以再扩张 所以保持一种创新的精神 不断把新的制度引进 那最后 我们就是把这个 我们台北市所有的交易政策 白皮处一条一条列出来 确保这个政策可以延续 那我们还是要感谢教育局的 因为台北市31个局处 教育局一个局 就占了我们所有得奖的三分之一 这个 国内得奖不算 要到国外得奖 这才是什么 英国经济学人评比 那正在国际上可以得奖 这才是 才是真本领 这个买票没办法买 所以大家谢谢教育局同仁 这几年来的努力 谢谢 台北市也推动学前创新实验教育 教育特色包含瑞吉欧方案教学 蒙特梭利实验教学 英语融入教学等等 建构优质教保服务模式 提供家长多元选择 丰富幼儿生活及学习经验 也举办论坛邀请111学年 新设立非盈利幼儿园的伙伴 110学年度第二学期 及110学年度第一学期 新签约加入准公共幼儿园的伙伴 即将代表台北市角竹教育部教学卓越奖的 三组公立幼儿园团队 由柯文哲市长及曾餐厅局长寿政 感谢他们的合作与贡献 记者文君台北报道